哈囉大家好 我是一個變成了女性的祥林啦 歡迎繼續回來我們全自動機器人王國印各位觀眾的要求 我終於是把它就繼續的做下去 所以如果說你們還希望看我繼續的把它給做下去的話 麻煩幫我點一個喜歡讓我知道 然後順便可以留言跟我講一下 我就會知道你們想要繼續看好不好 好OK總而言之呢我上一...我為什麼變成女生呢 因為可能是版本的關係喔 我上一集的版本是版本4 目前這個版本是版本6 那後面有版本的代表的名稱是這個艾琳 艾琳應該是女性的名字啊 那那個牛糞之塔呢大家不要擔心喔 牛糞之塔還在 因為我上次最後是有保存進度的 所以我們只要載入一下 應該是可以回來啦 沒有錯 牛糞之塔 還是存在的 可是呢跟大家說一句不好的消息 就是這個牛糞之塔 等一下應該就會塌下來了 因為它好像這個東西會自動消失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試的時候還不會消失喔 反正我看6之後好像它會自動消失 所以 這個現在能夠看到這麼壯觀的也只有現在 沒有錯 那我們 現在我最想要先做的事情呢 就是說 這一切的東西呢 都可以開始這個所謂的自動化 會比較好一點 我感覺它是不是已經準備要那個 它好像真的有點在變低了是不是 好像有 沒有關係 這一切要自動化的話呢 我們還要做好多好多的事情 包含機器的人也是要趕快的再多做一個出來 總之我們先來抓一些木頭過來這邊放一下 那這邊來說的話呢 這個工作區做的其實是不太好 因為這個工作區感覺上就只是 好像應該就只適合我一個人在這邊工作的樣子吧 我總覺得啦 所以說我們這邊還是先把這邊弄弄起來 反正我一個人工作區又怎麼樣 我一個人就我一個人了 有什麼了不起的 對不對 大家看這個牛糞之塔已經自動的縮減了 因為東西現在開始會自動消失了 這點比較可惜喔 那我們這邊來說的話呢 我們要做這個所謂的 基本機器人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機器的話呢 在版本6其實新增了蠻多東西 這邊 我們多了一個上次沒有的東西叫做性標 這個性標呢是我們可以 一根柱子類的 反正就是一個性標物啦 你可以把它插在地上 然後它用一個超大的範圍 那這個超大的範圍呢 我們可以指定機器人呢 在這個超大的範圍之內工作這樣子 那就代表說它應該是不會 超過那個性標的範圍之外的啦 就等於說可以確定它的工作範圍 這樣比較好的 就不會說像 如果說它看到了這麼遠方這邊有一棵樹 然後搞不好還衝過去了 就有點超出我們的期望之外 就不太好了 所以說我們才會有這個東西可以做出來 那另外就是說 出自爛造的機器人呢 跟這個所謂的基本機器人 要消耗的材料 基本上就只差一個是出自爛造的齒輪 還有一個是一般的齒輪 那這個一般的齒輪呢 我們需要用的是這個東西喔 這個叫做什麼 木頭路由器嗎 什麼的 反正這個是需要做這個東西出來的 那這個需要五個木板 然後兩個這個柱子阿 所以木板還是需要很多 所以我們又需要拿更多的原木過來啦 那這邊來說的話呢 我個人感覺上啦 應該是要先做一些這個所謂的 呃 儲藏庫會比較好一點 像這個一般儲藏庫喔 這個一般儲藏庫呢 可以專門 我可能可以放在 也許可以放在這邊吧 然後就是用它呢 專門來存放這個所謂的原木 就是到時候可以叫機器人 把這邊砍下來的原木呢 都存放到這裡面來 這樣子我在拿的時候會比較方便一點啦 但是我們現在呢 機器人就是要先做嘛 所以我們 我們這邊先把東西都塞進來一下 所以一次只能拿四個再拿第五個過來 塞一下 那它還需要一個原木 那還有就是這邊 我們要改成這個柱子 那當然啦 這些東西要把它給製造出來 也可以叫機器人來自動化 但是我們真的會需要製造出 一大堆一大堆的機器人就是了 所以我們現在都是在做這件事情 好不好 我們現在都是在做機器人出來 準備要來做一大堆的機器人 那這個 我還需要木頭的 斧頭 好可以 木頭的斧頭應該是這邊沒有錯 所以一根這個柱子 一根這個木板 YES 出來了 這也塞下去 這個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要來製作齒輪 或者是出自爛造的這個輪子啦 那我們先來製造一個齒輪吧 齒輪的話呢 又是需要木板啦 所以木板我們又要來 我們又要來消這個東西 超級消耗的有沒有 那其實我們有一個 比這一個還要更好的 這個所謂的 鋸木頭的這個工作台啊 但是我們會需要那個金屬製的 呃 金屬製的這個鋸片喔 就在這邊製作 那金屬製的鋸片的話 又會需要很多的金屬什麼的 所以這個我們未來再來做就行了 不過這個金屬製的鋸片這個工 這個這個 鋸台一出來之後啊 原木進去可以有六塊木板出來 所以我剛剛要做些什麼來著 喔我需要做一個齒輪了是不是 所以齒輪就像這樣 終於是出來了 那麼 他還需要四個 對又需要更多的這些玩意啊 所以我們又要再拿一個這個 又要再拿一個這個過來聚了 好 我決定了 我決定了 這個機器人出來 先叫他幫我們搬原木好了 實在太累了 也就是說這四個 我們先把這個 這個東西先做出來好不好 這個倉庫 喔 太棒了 好 這邊又不夠了 好很好 又又不夠了 我又要再搬一根了 很好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出來吧 一二三四 進去 一二三四 然後呢這邊我們還要再鋸一個 這個東西出來 再拿這個下去鋸一下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出來吧 基本機器人 有沒有 他終於出來了 所以他呢應該是會比這個還要好一點的啊 比他還要好的 那現在這邊 啊 上次好像沒有這個狀況 就是說 他們只會一直不斷的吃 一直不斷的拉死喔 但是他不會說停下來說 要我們幫他收集牛奶 那現在的話呢 是有牛奶這個東西可以收集的 甚至我們還有這個牛奶儲物槽在這裡喔 就是專門用來存放牛奶的東西 乾脆呢 就先把他給弄出來 放在這邊應該沒關係 那另外呢 還有一個肥料箱這邊儲存肥料的 所以肥料儲存庫呢 也可以把他給先點出來一下 那肥料呢 就是這些啊 牛糞就可以存放到這裡面來 但是這裡面又需要更多的這些材料 所以他們先不要管這些好不好 那 就是他的嘛對不對 好 當然沒電的我們也會需要一個機器人 專門來那個幫他那個吧 呃 幫人家那個上這個發條 但是這一個 他叫Nemo是不是 我們先教他一下喔 你呢 就可以我去撿原木好不好 你就把原木撿了 就把他丟到這裡面來 其他事情都不要做 OK 就這麼簡單好不好 所以你永遠呢都去做這件事情 那我之前上一集還沒有注意到說 這個東西可以直接拖了就放進來啊 所以這邊呢就是等於一個判斷式 我們可以說呢 你手上空了 或者是手上是滿的 或者是發生了什麼事情的時候呢 你就去做什麼樣的事情喔 那這些東西我們暫時先不用做 GO 自動出發太好了 那就自動在他的範圍裡面呢 找到這個原木就自動的丟進來 那這邊有一個問號 這個問號呢 就是我們可以呢 指定一個信標 然後呢這個問號就點那個信標 那信標所會圈的範圍 就代表說他的一個工作範圍啊 不然他現在的工作範圍 好像就是我剛剛給他的那一個吧 他剛剛有一個紅圈的範圍是不是 我們再看一下 對 所以他剛剛人是不是站在這邊還是怎樣的 所以他能夠看到範圍就是剛剛那一邊啊 那他只會在剛剛那個範圍裡面呢 工作這樣子 所以如果說我們作為一個信標 能夠涵蓋這所有森林的話 比較好像 這邊好像涵蓋不到對不對 所以他可能就不會撿這一邊的原木 不過沒有關係 目前來說呢先做到這裡就OK了 好所以我們又有一個機器人出來啦 所以我們就先暫時呢 也把機器人抓了 可能我也不知道欸 要丟在這邊嗎還是哪裡喔 我個人覺得要有信標會比較好啦 不然他真的 他能夠觀察的範圍 可能真的沒有很廣吧 如果說有機器人在 可能在這裡 還有機器人在這裡 然後可能他一開始能看的範圍 沒那麼廣的話 然後如果他在那邊的一些奇怪的地方 他沒電了那他就看不到 就無法去幫他們上發條也不太好 但不管怎麼說 我們暫時還是先教老他一下 像例如說我們先過來這邊 跟他說你就來上一下發條這樣子 OK所以呢 他 這個人還在解木頭的 那這個就是會去幫人上發條的 所以你就永遠去做這件上發條的事情 然後呢就上吧 所以他只會看到 有沒有他剛剛只是剛剛好可以看到這裡而已 所以如果說 這個砍樹的到這裡來 沒電了停在這邊 那他就沒有辦法過來到這邊來幫他上發條 因為他現在 他現在鎖定的範圍只有這裡而已喔 因為我剛剛一開始在這裡 他後面有一個問號 現在好像這個拉不開喔 這邊有一個問號 最好是用信標來那個規定範圍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喔 那這個信標的話呢要耗費多少材料 會需要 四個這個金屬板 也需要四個這個 那個什麼 金屬的這個柱子喔 那金屬板跟金屬的柱子 我們都需要消耗超多的材料 金屬板我們就會需要 燒兩個這個金屬出來 才能夠做一個金屬板喔 所以才會說這個東西 目前要做出來的話呢 還蠻費力的吧 那這邊已經開始了 他一開始會把這個原木都直接放進來了 所以我們來放一下原木好了 就是把原木都先把它給 削了然後來做一些這些木板出來 因為我需要呢 多做一些這些儲物箱吧 因為這些可能我們到時候要叫機器人 喔我們直接叫機器人來做好了 好這邊又停止工作了喔 那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目前沒有人在那邊種樹啦 所以他才會完全停止工作 那接下來我們還要再製作出 更多的機器人喔 那我可能要再多做一個機器人 是專門用來種樹的就好 專門種樹然後一個專門挖洞的 那我們原本說 種樹的還有挖洞的都好像都是他吧 那這樣子有點 我覺得有點太超勞工了對不對 我既然現在這個 現在經濟之後不景氣人年代了 我們就不要這麼的操勞勞工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先把這些東西又做出來一下 然後再來的話呢就是 這個比較爛一點的這個 我們就先做這個就好了 沒有關係 所以這個東西呢可能就 我在想是不是像這樣放會比較好一點 呃對我覺得這樣放會好一點 整個工作範圍呢稍微可以說大一點吧 工作範圍稍微大一點 像這樣子放喔 那放完這邊會出來的東西呢 呃我們就直接再放那個儲物箱出來 儲物箱呢就是在這裡就放了 這邊放一個 這邊再放一個 那這邊各式存放什麼樣的東西呢 就是一個呢是拿原木過來這邊鋸對不對 鋸完了之後會出現這個木板就塞這邊 那這個就拿木板來鋸那個柱子出來 然後會放在這邊這樣子 所以說做這一種的話呢 好處就是它只需要石頭就可以了 它只需要放那種簡單的小石頭進來就可以開始做了 然後原木的話呢就是在多半 哇原木快沒了 OMG 這個東西要趕快弄出來才行啦 不然 哇這樣子下去了 我的材料不夠了耶 喔天啊 哈哈哈哈 現在面臨的材料嚴重短缺的問題 我的 我的原木要不夠了啦 救命喔 哈哈哈哈 真的會遇上這種狀況耶 所以這邊的工作去先做算 可是我已經快要沒有原料來製作一個簡單的機器人出來啦 天啊 好終於又再一次的做了這麼一個機器人出來啦 那這個機器人要幹什麼呢 我覺得差不多就應該真的要開始先叫他們 開始呢在這邊做事啦 但是現在 我們還需要其他的東西 例如我們會需要什麼呢 呃這東西可能就暫時也許是放在這邊還有這一邊吧 就是一個是用來存放斧頭的 一個是用來存放鏟子的喔 就要鏟子爆掉了會自己來拿來種 然後另外一個是斧頭爆掉了會自己來拿來砍這樣子 好總而言之呢 哈哈 我怎麼覺得狀況不太妙啊 哈哈 這邊 反正這邊我們先來 把這個東西先弄出來一下喔 然後有一個這個東西太太好了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先來製造一個這個 木頭製的這一個鏟子先出來吧 木頭製的鏟子出來啦 所以木頭製的鏟子呢我們先放在這邊 那這邊就會有一個木頭製的鏟子啊 然後我們再來製造一個木頭製的這個斧頭 但是這邊我們又要先把這個給鋸了 然後於是後來我們又沒有木板啦 我們又需要原木啦 原木要從這邊拿啦 這邊只要三根啦 喔原木好少啊 所以這遠遠的還有很多啦 只是呢不在他的範圍之內 所以他暫時不會去拿喔 天啊還會 這真的是 所以這邊呢改成這個斧頭一下 所以說這個斧頭 要不要一次又做多一點好了 我就一次做多一點好了 OK的 所以這個東西呢拿了之後呢 塞到這裡面去 這個東西呢也再拿一下 然後再塞到這裡面去 然後呢這個鏟子呢 你趕快再多做一個 沒有關係 鏟子再多做一個 出來OK 鏟子出來了丟進去一下 OK 現在的話呢 我們這個時候呢 就先叫一些 呃有些 是不是他沒工作嘛對不對 所以他呢就去種這個 然後呢我們來看一下喔 螺絲有沒有看到 他上次喔 我們就要做這麼多的事情 真的是操勞 把他操勞得太累啦 你這什麼事都不要做了 我們重新來教導他一下喔 就是跟他說你來 呃他做挖洞的事情就夠了 所以叫他拿這個 其實這挖洞感覺好像是叫他做 算是叫他做沒關係啦 挖洞然後就叫他過來 找最近的一個地方 然後就開始挖洞這樣子 OK 所以說呢這邊來說的話呢 我們要他永遠來做這件事情 可是呢我們這邊要先點這個 repeat這個 先把他丟進來一下喔 當他的手如果空了之前啊 都要先做的事情 就是一直挖這些東西 對沒有錯 那他寫手如果空了的話 呃 如果說手空了之前呢 他都會 就是說手上還有東西 他會一直去挖洞 手空了的話 他會跳離這個 然後呢到這邊來 去拿這裡面的東西這樣子 所以我就是希望他這麼做 所以呢 拿他GO就可以知道了 所以沒有錯他去呢 自動的去拿這個東西 然後之後呢他就會在這個範圍裡面 一直不斷的挖 所以再看一下 是不是會去挖第二個洞 就知道啦 對沒有說他去挖第二個洞 所以這邊呢 叫倒了就算是成功了 有沒有 所以我們把這個人呢放回去 沒東西的時候他就會自己來啦 再來的話我們再教一下 這一個 他現在沒事幹 我們教他的事情很簡單 就是找這個 然後去把它給種下去 然後呢就教他 Forever 永遠都來做 這樣的事情就夠了 於是乎呢 我們就有一個專門用來 專門挖洞的 一個專門用來種這個 種樹的 然後一個專門砍樹的 雖然他有點遠喔 好 所以呢我又暫時呢 先又多做了一個機器人出來啊 那這個機器人的話呢 我就希望他能夠就在這裡工作就好了 那我們可能要先把這邊呢 就是做成專門把那個木板給弄出來的吧 所以我們就開始呢 要先教他了 他就是專門的去那個把這個原木抓出來 對不對 我們來教他一下 欸不對 還沒按教學 教學呢你就把原木抓出來好不好 然後原木抓出來之後呢 到這個地方呢 丟進去就可以啦 你就丟進去 然後呢 東西就會自動的出來了 東西出來之後呢 你再給我過來這邊 把東西撿了 二 三 四 四根全部撿 四塊全部撿起來之後呢 全部都塞進去 OK 所以 要他做事情好像蠻多的耶 怎麼這些東西一做起來 感覺就這麼多了呀 哈哈 我們要Forever去做這件事情喔 應該可以吧 應該可以吧 GO 所以他這樣的話呢 應該就會從這邊拿這個原木過來 然後呢到這邊來 OK 這個一鋸之後就會有這個 喔太好啦 但是呢 這邊還有多的 所以他會先過來這邊撿這裡的 喔所以他又回來這邊撿了 好吧 所以這邊這幾個 乾脆我自己先來撿一下好了 對 我來幫你工作一下 我幫你工作一下 不要緊張不要緊張 所以這邊我們都先塞進去 這樣就看起來比較乾淨一點啦 沒有錯 周圍已經沒有多餘的木板了 那他就會一直不斷地做這件工作 那這邊如果滿了的話 他應該是不會繼續做了吧 好 所以我們這邊呢 看樣子有一個機器人呢 正在發牢騷啊 他真的是發牢騷欸 這個上面的東西寫得不太對阿 那他發牢騷呢 這個機器人應該就是那個gary 他是用來砍樹的對不對 所以砍樹了的話呢 我們這邊要停止一下 我們重新教他一下 我們重新教他呢 從這裡面呢拿出一個斧頭過來 對不對 拿一個斧頭出來 然後呢再去砍樹這樣子 這是重新教他的部分 砍倒一個樹就像這樣子喔 所以我們就教他呢 永遠去做這件事情 另外我們把一個repeater呢 給放上來 當你的手空了之前 你都要一直做這個 把這個樹給砍倒的工作這樣子 所以你的手如果空了的話呢 你再來這邊拿這個斧頭 ok所以go 這樣就沒問題啦 他會先過來這邊拿個斧頭 然後就會在他的剛剛限定的範圍之內 把他繼續砍樹的這樣 沒有錯 所以把這個斧頭再丟回去 所以像這樣子來說的話呢 我們這個砍樹的工作 暫時可以說是一個 呃 良性循環了吧 完全自動化了吧 他這個已經會有人 自動呢 種樹也有人自動砍樹 還有人自動送木材過來 還有人自動呢 會把這裡面的東西呢 給他塞滿 但如果他完全已經塞滿了的話 他應該就不會再工作了吧 看樣子應該 我希望是這樣 所以我稍微等一下 那我現在想要的就是先把這個 先做出來 因為他好像一直在那邊 抓一些無謂的 糞的樣子吧 哈哈 應該要重新教導他一下了啦 所以 所以說現在 我覺得 等一下就是他了 你先給我停止工作一下 我們重新教他一下 把這個東西給丟了吧 所以說你身上還有那個糞嗎 等一下不對不對 先把這些東西抓掉 我們先 先先先先先關掉一下好了 呃 我們能把他抓起來吧 所以呢 糞還在 地上還有一坨糞 OK 所以我們重新教導他一下 我們把這個先丟了 你呢 把最近的一個糞 撿起來之後呢 丟到這個飼料 應該說肥料 儲存庫裡面 OK 所以肥料儲存庫 你就永遠的只要做這件事情就好了 所以 但是問題就來了 現在這兩個已經滿了 所以他們不會有那個什麼 不會有那個什麼 拉死的問題 因為他們連東西都不吃了 所以我們現在最好的 先做一個這個 桶子出來 那桶子需要兩個木板 那這邊剛好有一大堆 我們可以直接拿了 木板呢直接就丟下去 所以現在的話呢 我們要什麼東西 應該就是很快就都會有了 因為一大堆機器人 已經開始忙起來了 這是一個良性的一個現象 那這個東西我希望 他應該是沒有耐久度吧 我希望 這個應該是可以直接擠吧 對 擠了之後他就變瘦了 然後於是他終於可以開始吃東西了 那這個應該是可以塞給他吃了才對 沒有錯 塞了 他高興了 太好啦 就是這樣子喔 所以這個我們把他擠一下 擠了之後他就變瘦了 那到時候他肚子餓再說吧 我們先把東西丟地上就好了 所以說 這就是每天混吃等死 因為躺在這邊 現在看起來跟上次躺的 完全不一樣 現在就像嬰兒一樣 那我們目前只是 只能計算出有一個居民 等一下他肚子又餓了 所以他肚子餓得超快就對了啦 那我們又會需要有另外一個機器人呢 專門來送牛奶到這邊來的 沒有錯 所以我們這邊呢 就是有多了這麼一個機器人出來 我們要讓這個機器人呢 學會怎麼去運送這個牛奶到這裡面來嗎 然後這個餵食的工作暫時的表演 可是我現在想要是讓他呢 能夠去幫我們在這個地方呢 把那個什麼 柱子給鋸出來這樣子 這邊看來他這一次的話 就會把他給弄滿了喔 但是 因為他還會多一片的樣子 所以他還會繼續工作嗎 還是他會停在原地呢 他會停在原地 直到我再把其中一片拿出來為止吧 對不對 他才會放回去然後就繼續工作這樣 所以只要滿了 他就會呢 停在原地這樣子 OK那太好了 知道這件事情是很棒的 那這樣子的話我就可以自己呢 來把這邊東西先稍微塞滿一下喔 然後呢我們來教這一個 我們來教他 然後我們教導一下 我們就是要他從這裡面拿一個木板出來 然後呢到這裡面去丟 呃但是這裡要先改一下 我的天啊 所以說呃我們可能要 是不是應該重新教一下 應該說 呃我現在手上這個東西還在嘛 所以說 這個都先丟掉 我們教他從這裡面拿完東西之後呢 把東西丟進來 出來的東西呢 我們再叫他撿起來 一二三四 然後呢全部再丟進去 OK 所以這就是他該做的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然後呢叫他forever都去做這件事情 OK所以GO 就這樣子 他就會從這裡面拿東西 然後到這裡面來呢 把東西給鋸出來 那應該也是一樣 他這邊只要呢塞滿了的話 他應該就會在原地停留啦 沒問題喔 然後他就會在這邊一直待機 手上還舉著這兩個 那我覺得是蠻OK的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很輕鬆的 從這裡面呢 就取出一大堆的這個材料 因為我們在製作東西 跑來跑去的時候呢 他們自己就會自動幫我們那個 做好很多的材料在等著我們啦 所以一切的自動化呢 就是這麼開始的喔 哈哈太棒了 直接就拿四個起來 有什麼關係對不對 反正他很快就會再幫我做好的 沒有錯 全部都塞進去 OK 所以我們很快的 一次的就可以製作出兩個機器人啦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整體的工作效率就會高很多 那這兩個機器人要幹什麼呢 我們要達成這邊完全自動化的話呢 就還要在最後呢 是把這兩個 一個能夠自己自動的去製作這個 鏟子 一個是自動製作這個斧頭 我們要把它給完成這樣子 所以其實這邊工作台 其中一個我覺得就可以拿來給他們利用 例如其中一個是專門用來製作這個 啊 鏟子的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就來教其中一個機器人 例如教他就行了 我們教他呢從 呃 這裡面是鏟子了嘛 對不對 所以他就專門呢就是固定 就是在這邊只做鏟子 我們就教他呢來這邊 拿一個東西 然後到這裡面來 丟進去 再拿到這裡面的東西 拿起來之後再丟到這裡面來 這樣子就可以製作出一個鏟子了 再叫他把鏟子給撿起來 然後把鏟子給丟到這裡面去 沒有錯 就這樣子 所以他只要呢永遠重複這個工作 GO 我們這邊就可以一直不斷的來製作這個鏟子啊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現在教導了有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那也就是說 這個東西呢只要做出來之後 他就會過來這邊拿 然後再丟到這邊來 那這邊如果滿了他就會一直在這邊待機 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啊 那再來就是在這邊再製作一個這樣子的工作台就行了吧 好所以我們這邊呢做出來之後 我們需要的是木頭製的斧頭對不對 那這邊來看一下鏟子呢 他就已經要做到十個啦 這十個做完之後呢 他應該會搬著第十一個在這邊等著 所以我們這邊呢就要馬上來做這個斧頭的 所以我們要叫剛剛這邊有另外一個在發呆的機器人有沒有 這邊來教他一下 他叫做Rita 我們教他一下喔 我們教他呢這邊目前已經是斧頭了嘛 所以我們教他呢拿這個木板起來 拿起來然後呢塞到這裡面去 再拿這邊這一個 再拿起來再塞到這裡面去 就會做出一個斧頭出來 所以你在 欸弄錯了 沒點到 所以點一下斧頭 拿起來之後呢把斧頭給塞進去 所以他拿著這個鏟子就在這邊待機了 所以就像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要永遠去做這件事 GO 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的所以說呢這一連串的工作呢 例如從這一開始有工人對不對 需要斧頭 然後來這邊砍樹 砍完樹之後會有人來搬到這邊來 然後這邊呢有人來把這個木頭呢 送到這邊來製作出這些材料 材料呢會拿回來這邊再繼續製作出更多的工具出來 然後工人就可以拿工具再繼續的砍樹 就這樣子 一直不斷的輪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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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一個完完整整的自動造林場 以及這個木材場 那他總是會有一些多餘的材料有沒有 總是會有多餘的材料我可以呢自己拿來這邊利用 非常的棒太好啦 好的也就是說呢接下來我們還會需要的就是另外的東西呢 就是自動的這個挖礦的吧 我們需要自動去挖礦的工人 還會需要自動的這個種田的工人 工人啊 因為我們有還有種田什麼資料 像例如這邊還有這個風車在這裡有沒有 這邊的風車的話也是我們很需要 應該是需要弄的吧 因為我們如果說要養活這些混吃等死的人的話 應該就是需要把這個糧食給搞定吧 那糧食我們未來再來弄好了 反正先讓他們去混吃等死就行了 這邊的話我到現在還沒有把它蓋起來 但是因為不急嘛 雖然說我可以馬上製造出很多的機器人 不過我想今天的時間呢 就差不多先到這裡結束喔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呢 記得不要忘了幫我點一個喜歡 還是要繼續看下去的話呢 也請麻煩留言跟我說一下喔 感謝大家的收看 期待我們下一回的這個全自動機器人王國喔 可以繼續的再更新下去喔 我們下一回再見了 大家掰掰 哇這邊其實他們都已經停止在這邊 有沒有 那也就是說只要有人來這邊 喔他有人來這邊拿這個鏟子了 所以他又會繼續去工作了 然後再把鏟子給丟進來 沒有錯 完完整整自動化了